坎宫属水位 坎宫属水 水主腰肾 尤其是要多注意腰肾方面的保养 坎宫的杂文干扰很多 这是需要多注意的 日日天昂玄机 我们来看手相的案例 我们从掌形来看 掌面偏方 所以说是典型的金形手 同时手指指节稍脱 见缝隙 有木人的影子 是金木结合的掌形 金木结合的手形 一般有金人的 这种执行力和做事效率非常高 而且品格个性比较坚毅 同时也有木人的多丝善谋 是一个执行能力 又强又有谋略的人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特质 指掌色来看 包括掌秋来看 都有一些偏弱 我们看一下手指的形态 指非常的修长 指为龙掌为虎 那么形成这种龙长虎短的 这种局面是非常不错的 主次分明 做事能够知道轻重缓急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手指修长 而且尤其食指非常修长的人 一般做事还是有自信的 只是我们可以看到 手指之间缝隙还是比较大 难关才手才 这个才能够容易才进才出 中指的指头稍显歪些 切勿入偏门 或者是误入歧途 这个毁中神 这是容易 我们说中指是代表自己 所以说这个是谋略有余 而决断力不足 有的时候定力稍弱一些 容易被人带跑偏的 入偏门或者是入歪门邪道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的 我们来看整个掌秋的形态 就来看整个掌面的掌秋 还是偏平薄了一些 没有形成这种凹凸有致 错落有致的这种感觉 整个掌面是非常的平 跟一面镜子一样 这种情况就是浮原一般 本身我们可以看到 金星秋也不强 金星秋生命线附近 有一些发青 体质一般 运势根基不强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从其他的掌秋来看 也有些不起事 尤其是食指 这个是正才位 虽然有一些平保 但是还是比较宽 范围还是比较广的 所以说正才一般 本职工作的 见一些动荡和起伏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为人倒是慷慨大方 我们可以看到 金星秋范围也比较广 手指也见缝隙 所以容易散财的一种局面 但是人缘不错 从太阳线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点 为人慷慨大方 容易仗义输财 其实其次我们可以看到 从整个小指的根部 水星秋还是不错 沟通能力还是不错的 内才外才兼备 刚才讲的牧人多思善茅 内才不错 精神世界丰富 那么水星秋强的人 外才不错 沟通能力强 口才佳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一种全面型的人才 但是福运稍弱了一些 整个掌秋不起 我们来看一下纹路 纹路来看 其实有形成这种断掌的趋势 但是没有成型 所以说还是需要去多养一养纹路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个感情线下方 有一条很长的反抗线 这个就容易在感情当中遭遇一些坎坷和动荡 我们可以看到 从整个脑线来看的话 还是有一些刚有余而柔不足 转折比较明显 分叉也比较直 没有弧度 所以说这个是结合反抗线来看的话 就很容易形成这种断掌的局面 有一些刚有余柔不足 在人情社会容易犯小人 虽然说是善思善谋之人 但是本性来想 还是有一些刚直和直率 而且生命线布满了这种细密的横纹 这种对于女人来讲 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个性很敏感 一点点小事就会容易引起 自身内在容易向内而行 思虑过多 一些小事情就容易让自己思绪过多 个性偏敏感 那么这个也是不利情缘的一种特质 刚才讲的反抗线 反抗线容易为情所困 甚至为了感情和爱情 和家人反目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的 我们来看整个纹路来看的话 生命线和脑线粘贴稍长的人 处事偏保守谨慎 思虑过多 犹豫不决 容易错失事业和职场当中的机会 事业线也是很短的一条 其他的地方都比较浅淡断序 所以政材本职工作 是见动荡和起伏 容易错失一些 职业发展的一些关键的机会 在分离处也是见倒门 出入职场是见动荡 生命线和脑线都缺少弧度 缺少弧度 生命线如果是偏值少弧度的人 体质一般容易被一些小病小灾侵扰 所以说运势也会受阻 所以还是需要增强体质 锻炼身体才能够提升运势 我们注意到在生命线的 这个横纹干扰的阶段 基本上布满了整个生命线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细密的横纹 它有一个趋势 就是它没有太伤及到生命线本体 所以体质倒是能够 一些小病的侵入比较多 但是体质倒是无大碍 只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主要问题出现在生命线本体 有一些偏细弱 生命力不强 抵抗力稍弱 所以说运势也是容易起伏不定 脑线我们可以看到 脑线还是比生命线要深一些 脑力强体力弱 但是脑线有一个不好的特点 就是刚才讲到的 转折明显 少弧度 一波三折 个性稍显 刚毅 刚直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人是非常聪明的人 领悟能力非常强 而且在某个行业当中 能够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和特长 但是情上稍低了一些 脑线的分叉也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多才多艺之人 非常的有领悟能力 聪明 学一样会一样 但是脑线分叉多的人 也是代表在思绪方面 心态方面容易起伏不定 主线的分叉代表能量的分扇 也容易造成运势的困扰 在感情当中也是如此 显得有一些稍显强势 有一些断掌的影子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形成 在感情当中有断掌影子的人 一般稍显强势 不利姻缘 所以整体手相还是偏弱的一种 无论是从纹路长秋 还是从长色来看 都是如此 长色的这些小的横纹 也是代表容易在感情和钱财方面 容易入片局 注意小心防范 这是整体的一个手相的特点 包括小指也偏弱 和子女晚辈的缘分稍浅一些 生命线尾端也见杂论 杂纹干扰 所以晚年运势也一般 再加上本身砍弓 砍弓属水位 砍弓属水 水主腰肾 尤其是要多注意腰肾方面的保养 砍弓的杂纹干扰很多 这是需要多注意的 好了整体的手相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空过黑暗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